一接上级老板与我讲钓鱼的学问 我这儿巴金的回答 奇料他话锋一转提到硬板 我才知道自己成了鱼 马内硬板有什么问题吗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我觉得真有硬板的话 根本不用卖 自己留着硬钞多好 往后有用不完的马内 你小子够贪心的 不过贪欲也算一种动力 左人最怕无欲无求 老板也同意我的想法吗 不行的 树叶有专攻 但是我一个变色游牧 也不是我们能搞定的 真是隔行如隔山 我会让朋友留意的 若发现将第一时间告诉老板 今天的鱼不咬勾 碰巧有个生意要谈 你陪我走一趟 我全听老板安排 老板怎么突然提起硬板 难不成他知道东西在我手里 也不对啊 硬板一直在叔叔手中 与上次的事无关 他应该是猜测 我说话得注意些 我脑子里疯狂假设 名面上却不动声色 随后我跟着老板来到别墅 看到沙发上坐着个贵妇 整个人散发着成熟韵味 老板的情妇吗 我是不是该出去 雅琴夫人实在抱歉 让你久等了 我也是刚到 等一会没什么的 重点是货 不知你找到没有 高质量码内硬板 没那么好找的 价格方面你还得加一点 1500个已经很高了 要是找到的品质足够好 最多还能加100个 硬板这么贵的吗 今天长见识了 我岂不是守着一大笔财富 听到雅琴夫人开的加码 我心跳不由地加快几分 着重瞟了眼桌上的名片 也要行吧 能否找到硬板还两数 目前聊这些没意义 硬板的是先这样 刚好碰上了 带她出来见江市面 请雅琴夫人放心 我的人绝对可靠 雅琴夫人好 我出去挪车了 我听出雅琴夫人的语气 主动离开别墅 压根不想听他们之间的谈话 1500个钥匙能拿到手 下半辈子不用愁了 我内心无比激动 当即打给飞哥 飞哥有个叫雅琴夫人的大人物 你认识吗 没听说过 你去干啥了 老板带我过来见个人 情况有些特殊 我问问你 十三我得说你两句 老板的事少打听 好奇会害死猫的 我知道 可关乎到我的事 得弄清楚 我还想再聊几句 却见一壮汉朝我走来 于是我挂端电话 把手机交出来 你谁啊 见面就要我交手机 好久没见这么嚣张的人了 今天你不就见到了 再说一遍 把手机给我 给不了 你最好退远点 老子嘎人不眨眼 我见对方来者不善 便先下手为强 可我们距离太近 他打掉我手里的枪 将我按在地上 遇上练夹子了 我连保险都没来击开 西纲小霸王十三 谁给你取的憋脚绰号 真是拉垮的一批啊 糟糕他知道我 摆明是冲我来的 不要紧张 我只要你的手机 自己拿来 别逼我动手 好我给你 你不要乱来 我缓缓掏出手机 观察到他的注意力 全在我手上 接着我抬脚踹他当步 十三你个混蛋 我哪踢呢 老板有情况 你快走我来断号 我在谈生意 你们闹什么呢 老板 这十三真不是个东西 他替我立志 差点把我给废了呀 这称呼 他是我们的人 丧索我的头号大寿 常年在外帮我办事 你还没见过 看样子是他吃了亏 他那两下子 完全不够看 不够下手 倒是挺阴的 应该是靠脑子吃饭的吧 误会误会 这不大水 冲了龙王庙 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搞半天虚惊一场 我只得示好 说不定往后在一起共事 没必要结仇 哎 既不如人 没什么好说的 老板 刚才你谈事的时候 他在外面打电话 十三有这回事吗 我主管后勤部 琐事比较多 这不出来好几个小时 打电话给飞哥问下情况 你懂不懂事 老板谈生意的时候 我们不能打电话 所以我要检查你的手机 担心有内鬼 出卖老板的关键行踪吗 做事挺小心的 老板对不起 是我不懂事 桑索哥给你手机 刚才议论过老板 讲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千万别捅出来 我表现得很自然 心里却是慌的一批 看着桑索播出飞哥号码 自然是打通了 停顿三秒 飞哥先开口 畜小子刚才话都没说完 你挂什么电话 有点突发情况 现在没事了 我需要几台设备 你尽快回园区拿给我 大牛守着仓库 拿完设备拍张照给我 免得他搞错了 我和飞哥对话简单 听不出任何问题 桑索只得把手机还我 既然是个误会 事情到此为止 大家一个阵营的不许记仇 请老板放心 我从不记自己人的仇 亏我反应的及时 避了一下 就这样吧 老板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别忘记我说的事 你去忙吧 我回到园区宿舍 满脑子都是1500个 便拿出备用手机 接着回忆雅琴夫人名片上的号码 说在手机上 我要是绕过老板 私底下将这笔买卖做成 岂不是血赚 十三哥你在嘀咕什么呢 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往后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现在也可以啊 你笑得贼兮兮的 不会要跟阿冷私奔吧 真服了你 天天拿我开玩笑 别忘记带上我就行 得去看小卖部了 你继续一银吧 叔叔离开宿舍后 我认真思考出一个方案 接着打电话给阿冷姐 阿冷姐帮我买块马内硬板 劣质品就行 劣质品瑕疵太大 基本用不了的 只会浪费马内 我知道 你买硬板时 要有时间和购买记录 其他的不重要 听上去怪怪的 你又要社局坑人了吗 做事之前留个后手 到时才能说清楚 你买的硬板不用送过来给我 我需要的时候会去拿 知道了 我今天帮你搞定 对了近期我跟叔叔聊得挺好 他愿意跟我当姐妹 你们要一节进来吗 紫木头挂了 我满脑子都是搞马内 没空想太多东西 拿着备用手机犹豫良久 还是开启变身功能 拨通雅琴夫人的电话 陌生号码 你有事 你要的东西 我手上有 什么东西 我不大明白 马内硬板 我听到有人放出消息 你愿意以500个的价格收购 中间商业太黑了 转手持下一千个 如此压缩马内 谁还替我办事 什么按照夫人的说法 硬板值1500个 具体要看成色 你把硬板拍照 先发图片过来给我 好我马上发 我也不纯 网上找几张不错的图片 以彩性的形式发过去 接着收到回复 这样都行 网络真够万能的 1500个又着落了 初步打开局面后 我心中大喜 手里握着主动拳 觉得赢面很大 随后 我把针硬板放身上 叫上大牛离开园区 13哥又要去干大事了吗 带你去发财 干不干 当然干 有好处13哥从来不会忘记我 这一票危险系数不小 你要按我的吩咐做事 否则会很麻烦 关键时刻 我从来没掉过链子 不会出差错的 我们驱车来到屁镜处 我打通雅琴夫人的电话 三小时后交易 等下我发具体位置给你 你不是说三天后吗 怎么突然变卦了 以免夜长梦多 尽早完成交易 对大家都好 话说的没错 可你突然更改时间 我筹不到1500个给你 少跟我来这套 既然你过来买硬板 那么码内是提前准备好的 我没说错吧 你说的没错 但不在我身边 你不要找借口 今天不过来交易 硬板便会卖给其他人 反正品质好 不愁买价 我跟你交易 发地址吧 我故意带时间 就是想打他的措手不及 让他没法形成完整部署 马上要开始了 千万别出乱子 各位粉丝宝宝们 抄前观看 在我主页置顶作品左下角 感谢理解和支持